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以及非常感谢王源欢迎来到我们联合国。 那我们知道首先这已经是你第二次来联合国参加这个青年经社论坛了。 那么你此次参加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论坛,首先是感觉到非常荣幸与开心。 首先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论坛,感觉非常的荣幸与开心,第二次来到纽约。 那在这一次论坛上可以听到来自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一些优秀的人的声音,优秀的青年代表,优秀的领导者, 可以听到他们说出自己国家的一些问题与解决方案,听到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听到不同的声音,觉得非常的开心,从中受益匪浅。 好的,那么此次参会,我们都知道您是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的身份,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自己这一身份的呢? 我觉得这个身份是一份荣耀,但是也是一份责任,因为有了这份责任,所以说我需要更加的完善自己, 在更多的时间向大家展示出自己的能量,把我所倡导的话题,把我所想传达的思想传达给大家,让大家和我一起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好,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知道您探访了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那个图片,非常的打动人心。 那么能否谈一谈你去探访这一些学校后,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我去探访了三江的两所学校,在那里其实感受到,首先是很直观的感受,感受到学生们都非常的朝气蓬勃, 能我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玩,一起上课,能够感觉到他们从得到优质的教育中所获得的快乐,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也是很打动我的,所以说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得到优质教育,帮助更多人,改善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的想法。 对,就是即使他们处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但是他们仍然是积极向上的,追求这个更好的机遇,是吗? 好的,那么你认为教育对于构建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以及有抵御灾害能力的这个沉乡社区,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知识和创新的根本就是要获得教育,有了优质的教育才能够开拓你的思想,增长你的见识,才会有更好的创新和发展。 那我觉得在有一些自然灾害或者是人文灾害的来临的时候,教育或者是学校可以让学生们感觉到安心,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在学习知识的途中,可以让他们,我觉得是可以获得安心,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 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是吧? 那好的,那我们都知道,在您第一次参加青年经社论团以后,您在2017年的10月份成立了您自己的原基金,是吗? 那设立原基金的想法是否就是受到上一次参会的启发? 能否跟我们讲一下您关于您这个原基金这个项目吗? 当然是有受到上一次参会的启发,然后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从教育还是从其他的方面,我都是想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在上一次的话,听到了许多的不同的声音,然后之后也参加了其他前辈的一些活动,然后最后给了我这个目标,然后也去实践,也去努力最后成立了基金会。 那是从您自身的这一个身份来触发的是吧?非常切合这个主题啊。 那么作为一个高中生,您现在还是一个高中生,对吧?和一个同时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年轻艺人,您打算如何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去影响更多的青年人,提高他们对优质教育这一题的关注呢? 首先我觉得高中生和一个年轻的艺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我觉得这两种身份我可以体验到不同的生活,当我是高中生的时候,我可以体会的益处带给我的好处。 嗯,那在我是艺人的时候,我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优质教育,了解优质教育。 好,非常感谢啊。 那我们都知道您现在肩负着这个联合国青年教育使者的这一个责任,那么在2018年,或者说以后您还会继续推进我们这一个优质教育这一题, 然后为更多的儿童能够获得平等优质的教育去做进一步的努力吗? 嗯,是当然会的,因为我觉得,嗯,我受到了社会很多的关爱,然后现在也有了这个机会,有了这个力量,能够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会一直努力下去的,希望自己也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那这个非常感谢王愿元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面,事业和学业都非常的顺利,然后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啊,这也是替广大的海外的粉丝,向您传达了这个我们最真诚的祝愿,好吧? 好的,谢谢,谢谢。 谢谢。